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再次涌现移民潮 过去一两个月又戏剧性人数暴增 让民主党籍的美国总统拜登 明年大选之前将面对新一波的政治攻击 过去六个星期每天从墨西哥跨界 来到美国德州埃尔帕索的移民人数 大概是三四百人左右 但过去几天已经暴增到每天 有超过两千人想要进入美国寻求庇护 目前德州的移民收容所已经不堪负荷 资源十分吃减 大批移民不论是徒步行走 或是乘坐巴士或货车 沿着最危险的路线来到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其中很多人都从委内瑞拉而来 纵使要翻山越岭 甚至越过铁丝网 但是他们都想方设法冒险硬闯边关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到美国寻求庇护 位于德州西部的埃尔帕索非常克近墨西哥 也是最新一波移民潮集中的地方之一 之前寻求庇护的移民 大概是每天有350到400人 如今却暴增五倍 每一天有两千人涌入美国边境 让埃尔帕索的收容所不胜负荷 目前美方有意再开放一个收容所 并出动五辆巴士 让移民前往纽约 芝加哥和丹佛 等等城市落腳 同一時間人在紐約的墨西哥外交部長馬爾切納 則在聯合國大會上演講時強調 移民到他國流程是要在安全和有秩序的情況下進行 因此他呼籲聯合國務必針對移民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 祭出應對方案 如此一來才能保障移民的基本人權和福利 根據墨西哥總統府的數據顯示 截至這個月上半段 共有超過14萬200名移民湧入美墨邊界 而非法入境的移民數量也自今年5月起有增無減 情況令人擔憂 關於外面的血量電腦 是罷了 是可以給你 所以會被人參與 下在頭身的缺點 下在一起 漫有衝白